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圣灵在圣诞节的大能 你要知道在耶稣诞生的记载中 圣灵是很积极的参与在其中的 并且感动人心 遵行祂的旨意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 耶稣降生时圣灵的作为 以及这个真理如何继续影响 我们今天的生活 你们要不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灵能力不只是在当时你知道吗 耶稣诞生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依然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 要来运行的 Amen 对吗 好来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14年 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呢 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竟然发生在平安夜 那一晚发生了什么事 英军 法军 还有德军呢 在这个西线展开了残酷的战斗 就是开战了 就是打仗 我们都知道战争会带来很难以想象的苦难的 然后看到那个希望好像遥无可及的 就是不知道几时那个战争会停下来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情 但是就在平安夜的那个晚上 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德国的士兵就在他的战壕的那里 唱了 平安夜 深山夜 万安中 光花舍 想象一下在一片黑暗 在那个情形的时候 这首歌被一个士兵 这是一个德国的士兵唱了出来 那么这个难忘的旋律呢 在那个寒冷的夜空来回的 一直飘着 回荡着 不久呢 另外的一边的士兵也加入了进来 他用的是自己的语言 有法语 用英语也唱着这首歌 慢慢的 慢慢的 这些士兵们就从他们的战壕里面 大家走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 手无寸贴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战场的中央集合 他们互相的问候 分享小礼物 然后一起踢足球 原本是在打仗的 但是在那一夜 在这个短暂的一刻 看到了圣灵的能力 在这些士兵的生命当中工作了 带来的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 这意义也就是地球上的和平 对人类的这个善意 虽然这些士兵在世人的眼中 他们看是敌人来的 对吗 其实我们是敌人来的 但是圣灵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展示了团结 希望和爱 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 在1914年的平安年 那在两千多年前的圣诞节 圣灵他在士兵的上面 生命的工作的时候 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两千多年前 也围绕着耶稣诞生时的 生命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索 是圣灵在圣诞节的工作 因为他可以使你我 今天有能力 我们都知道圣灵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是我们是否活出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呢 今天要好好的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首先圣灵赋予你能力的 第一个工作是 圣灵赐给你心生命 路加福音一章35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在圣诞 耶稣在圣诞时 是圣灵赋予耶稣 这个肉体生命的关键 是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身上 也就是说圣灵当时候 将连在玛利亚身上 耶稣的母亲叫什么名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的身上 神的能力硬蔽了他 那硬蔽这个意思呢 的意思就是 遮蔽或投下阴影的行为 他传达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是一种神圣存在或影响的感觉 给人一种保护或强大的覆盖 诗篇91篇第一节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 必在全能者的硬蔽下安居 那第二个意思呢 描述神的存在 在奇迹事件中 可以确实感受到和体现出来 比如在《死童行传》五章十五节 甚至 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和路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他得到他影额 照在什么人身上 所以是神神圣的圣灵的存在 他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 硬蔽了玛利亚 使耶稣在他的子宫里诞生 谁的工作 看到吗 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能力带来的工作 圣灵带来了这个新的生命 神的儿子借着玛利亚的胎 来到这个世界 圣灵专门带来新生命 事实上 他从一切 从一开始就参与 带来新生命的工作 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 有吗 在创造的时候 他积极地将新生命带入天地 圣灵的创造 从无 他把从无的变成有的 阿们 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 我很喜欢这个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因为这一节 当我 开始读的时候 这一节使到我很震撼 这一节使到我 神 神是谁 坚定了我的 开始了我的属灵生命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当我读到这个字的 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我就跟神的话语对话了 起初 神创造天地 我不能够想象天有多大 因为天包括神住的地方 但是 我的地理文学告诉我 有这个很大的天 懂吗 但是地我可以想象 因为我读地理文学 地很大很大 我第一个就是 哇神 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大 你创造 哇你很大很大很大 就这样子坚定了 在我的里面 神就是这么的大 很大很大 大到我不能够想象 我能够做的 就是相信 祂的伟大 然后第二 是如此说 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圣灵积极地参与创造 带来新的生命 祂创造了万物 你没有看看你旁边的 包括我们 在母妇里 圣灵的工作 也在我们母妇里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刚才我们唱了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那圣灵如何带来生命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下半节 至高者的能力 要硬蔽你 圣经说 神用祂的这个能力 带来了生命 这个原文是 这个Dumanis 它意思是说 权力力量能力威力奇迹 简单一句话 就是 是超自然的 神赋予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祂是用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当中在看顾着我们 护避着我们 这是神圣的领域 我们不会知道 神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这是神的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祂用祂的大能做了这一切 我们要看到 认识到 接受的就是 神用祂的大能 有时候你想要用 你自己的理解 想要去解释 你没有办法解释的 你只能够以信心来接受 神就是用祂的大能 创造了天地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不要叫我教 这个 我没有办法教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神是如何带来生命的 科学 你看科学 如果你看一个婴孩 怎么样在这个母妇里被造 科学会这样子的告诉你 可是 我要问你们 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我们的里面 是谁去设立的 谁去设定的 这就是神的手 祂来设定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Amen 因为这些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知道祂有这个能力 然后今天呢 我要分享还有一个事实 圣灵带来生命的一个事实 就是 圣灵 来我们一起读这个 圣灵不仅带来一般的生命 祂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我们都有这个一般的生命 但是在耶稣的身上 神之子 祂带给祂是无罪的生命 因为只有那无罪的 可以拯救我们 当亚当在创世纪三章九到十二节 他犯罪了 他给人类带来的罪恶的本性 亚当 然后并将这个罪恶的本性 传给了所有的后代 谁是后代啊 我们都是后代 你跟我 我们都是后代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罪折磨全的全人类 神不得不派 才派一位完美的救主 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 他借着圣灵生了神的儿子 就成就了这事 当耶稣由圣灵受孕时 他成就了两件事 第一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件事 耶稣由 所有的人类都是有罪的 因为罪是通过我们世上的父亲 代代相传 但因为耶稣没有世俗的父亲 所以他生来无罪 他的父亲是无罪的父神 这就是他有资格 为我们的罪而死 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 否则呢 他也需要为他自己的罪而死 因此 他成为神完美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 第二 耶稣是完全人 所以救他可以拯救我们 为什么说耶稣是完全人 因为他的母亲是完全的人类 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类 因此他能够代表人类 为我们的罪而死 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照样 因义人的什么 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好几年前 有一个历圣之友 他来找了赵牧师 我们的主人牧师 他说牧师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因为他想要怀上孩子 他患有这个卵巢的囊肿 这就阻碍了他怀孕 然后呢 这个情况呢 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就是切除 把它切除掉 但即便是如此这么做的话 也不能够保证说他能够怀孕 他就来到牧师面前 他说牧师你可以帮我祷告吗 帮我祷告说 让神让我不用做手术 因为做手术 不是一个100%过后就可以怀孕的 是一个不确定性在当中 他说牧师你为我祷告 让神怜悯我 给我一个奇迹 那天呢 他们就一起祷告 祷告神说 神啊你来回应他 你知道他渴慕的是 自己能够生有一个孩子 而且要 即使是有这个情况 他依然可以受孕 那一个月后 他怀孕了 阿们 他怀孕了 然后他的孩子呢 现在是一个强壮健康的孩子 感谢赞美神 对吗 阿们 阿们 所以圣灵赐给他新的生命 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大 他来跟牧师说 牧师为我祷告 神介入 让我不用动手术 当然我们感恩 这是他生命经历的一个见证 所以看到圣灵的能力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生活中某些方面 是否是有什么 你需要说 圣灵你的能力 带给我新的生命吗 或者你说 圣灵你可以怎么样 彰显在我的生命吗 尤其是这时刻 我们接近圣诞节了 你知道圣诞节的承诺吗 圣诞节的承诺就是 赐予生命的圣灵 因为我们见证 他怎么样 使到耶稣降生 所以如果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祈求 可以祷告 像那个姐妹这样 他需要圣灵的能力 彰显在他身上 他勇敢地来祷告 也许你需要的是新生活 也许你要的是 上帝我需要这个能力 帮我过那圣洁的生命 把旧的生活抛在脑后 在耶稣里拥抱着新的生活 新的生命 也许你想要说 神啊我要的是 帮我更新我的思想的能力 你要摆脱你生命的营垒 你的错误的理念 你知道吗 最近我听了一个道 那个道很感动我 他讲了一个事 他说 你们可以有知识 我们知道 我们有信仰对吗 我们知道神是谁 但是或许我们没有 那对的理念 有多少人你知道 神爱我们 有吗 但是有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理念是 好像爱他多一点 爱我少一点 有没有这样 不是你们啊 不是你们不用举手 我在讲别的 别的别的别人啊 别人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 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在想说 好像爱他多一点 你就是一个错的理念 你明白吗 知识必须进到你的心里面 成就的是 神要你真正明白 你该有的真正的理念是什么 理念也就成为你的价值观 如果你真的感受到被爱 你在神的爱里面 神怎么样爱别人 你都不会影响到你的 因为你很 你知道吗 你很踏实的 你被神的爱拥抱着 神有他的方式爱他 神有他的方式爱我 你不会去比较的 我常常都讲 哎哟神啊 你太爱我 太爱我了 太爱我了 享受在神的爱 享受跟神的这个关系的里面 所以要有 不只是要知识 知识的里面 你要有对的理念 所以有一些 我们需要的是 神你更改我们这个思想的能力 改变我 神要帮助我们心意更新 或许你要的是 神啊 帮我恢复我婚姻的能力 可能表面看起来 你说我们很好 其实有一些内战的 有一些挣扎的 你可以祈求神 给你这个能力 说神啊 你给我婚姻的新生命 我跟马太 也是因为神给我们 新 在婚姻里面一个新生命 本来我们是要离婚的 但是神的介入的能力 带来了改变 Amen 然后现在我每次跟人家讲 现在我们是甜蜜的不得了 以前一个礼拜吵就要吵八天 但是吵八天啊 怎么会回事 因为星期天吵两次吗 星期一吵到星期六 六次对不对 然后星期天早上 你有空没有做工吗 早上吵晚上不是八次了 像我讲 以前还没有信主 还没有认识神的爱的时候 一个礼拜吵架吵八天 但是信主了之后不一样了 用神的爱来彼此的 包容彼此的接纳 不是说意见没有不同 还是有不同 还是有可以不认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 怎么样去磨合了 Amen Amen 所以或许你要的是神 帮助我在我的工作上 我想要更进步 我已经到了瓶颈了 神你可以帮助我吗 我要更上一层楼 不是求我自己的益处 乃是求神荣耀你的名 圣灵的能力彰显 是来荣耀神的名 或者你要的是 祈求神啊 我要放掉 所有一切 我的旧生活 给我新的生命 或者你是 神啊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还没有住在你的命地 神请你介入 圣灵的能力介入 来让他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有时候不只是为自己 也可以为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来祷告 好 来 圣灵赋予你的能力的 第二个工作是 圣灵充满你 让你宣扬天国的 天国的什么 信息 要你可以传扬 赋予你能力 不仅仅是你可以做 你要做的事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能够传扬天国的信息 路加福音 第一章 四十一到四十五节 以利沙白一听 玛利亚的问安 他怀里的胎 有反应 就跳动了 以利沙白 他被圣灵充满 高喊说 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 他对玛利亚说 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 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父里的胎 因为这个以利沙白 他也怀孕了 我父里的胎 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当以利沙白听到 玛利亚的声音的时候 圣灵就立刻 立即的充满他 他就大声的传扬 天国的信息 事实上 他就开始预言了 在玛利亚的生命 还有玛利亚的 他的命定 他说你是如此的蒙福的 因为你相信神 对你会实现 因为他相信神 会对他实现那个应许 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是被圣灵充满了信徒 你会大声的向他人 宣扬天国的福音吗 你会大声勇敢的吗 如果你会 你就要知道 这是圣灵自然 充满 圣灵充满你的自然的结果 很自然的 你传福音 好像很自然 因为圣灵的能力 已经在里面 而且你懂得运用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 耶稣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来读 当圣灵 这段话是谁说的 是耶稣说的 我要你们再读 现在我要把你们 那个你换成我 当圣灵 当圣灵降临在 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你的见证 做耶稣的见证 所以你圣灵的能力 降临在你身上 你要传到哪里 传到马来西亚 传到泰国 传到你隔壁的 领导 不要讲太远 去到马来西亚 你隔壁的邻居 隔壁的隔壁 可以吗 楼上楼下 对呀 巴沙 你去买东西 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要传扬天国的好消息 阿们 看着你旁边的 跟他说 他在讲你呀 对 连也跟另外一边 也在讲我 也在讲我 所以我们来看看 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耳听我的话 你知道吗 当他们在这个楼房 等候圣灵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把圣灵 把他们这120个胆怯的人 这些门徒胆怯的 没有力量 没有勇气的 变成了神见证的勇者 那在当下呢 彼得就大声像 那些怀疑的人啊 那些在群中 好像你们是 那个群众一群人啊 我在这边 被圣灵充满了 像彼得这样 我就来大声的来讲话 就像 就像这个 伊丽莎白 大声赞美一样 这是从哪里来的力量 圣灵来的 圣灵给他这个胆量 使他大声的 说出了救赎的福音 那这群人听了 因为圣灵的能力 降临在他身上 当天有三千人得救 三千人信主 就在当时 耶稣基督的教会诞生了 看到吗 圣灵的能力在运行 使徒行传四章八到十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 塔诺今天因为在这些 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你来查问我们 怎么得了那个权欲呢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钉石自驾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杀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在告诉他们 就是那个你钉在十字架上 因着他的名 你看 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是毫无畏惧的 向着这些什么破坏他的人 大胆的来宣告 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 神却使他死里复活的 耶稣的名 就是这个耶稣的名 在这个地方 医治了这个瘸子 他大胆的宣告 之前的彼得是怎么样 早可比对不对 耶稣上十字架 他说不要 不是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几次 三次 但是现在的彼得 你看 因为圣灵充满在他的身上 所以借着圣灵的大能 彼得毫无畏惧 毫无怀疑地宣讲福音 同样的 我要告诉你们 借着圣灵的大能 你们也可以毫无畏惧 勇敢地 毫无怀疑地 把这个天国的好消息 告诉你身边的人 在我们当中就有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新鲜出炉的 我昨天听到的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见证很棒 非常的这个时机 今天我要讲这个道 所以我今天现在时刻 我要邀请我们的胡渊姐妹 上台来 为我们分享她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 门福 我昨天刚从吉隆坡回来 我去探望了我的父母和亲戚 待了五天 我离开新加坡的前一晚 周牧师和马太弟兄 给了我几份年薪卡 交代我 带着随时备用 这提醒来得及非常及时 让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家人的名字 都写在那个 庄家收割名单里 在祷告中 实时纪念他们 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 以他们分享福音 牧师也为我祷告 在圣灵的启示里 勇敢配合 第一天 我为圣灵的指引祷告 寻求圣灵的带领 如何向他们传福音 第二天 我表妹带我去福荣 圣美兰州 去探望我表妹的父母 我在三张卡片上面 写了祷告词 并把他们分享给我的小舅 小舅母和我表妹 告诉他们 耶稣爱他们 第三天 我也为我的父母和妹妹 各写下的祷告词 但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把卡片送给他们 第四天 我播放了启发广东 课程视频给他 给我妈妈看 我妈妈在观看了 耶稣为什么要受死 的视频时 做了节制祷告 并重新奉献了 她的生命 给耶稣 感谢主 后来我还把卡片 给了我妹妹 我并鼓励她 要常常祷告 第五天早上 在我回来之前 为了确认我妈妈 是否真的愿意 接受耶稣 为她 作为她的救主 我向她画 我向她画了生命桥 讲解了为什么 我们需要耶稣 当我再一次问她 是否肯定要耶稣时 她曾确定 当然愿意 我感恩圣灵启示 我并赋予我 有能力宣扬福音 并引导我 尊心她的旨意 我把所有的荣耀 归给神 感谢赞美神 所以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圣灵的能力 就在我们当中 不是在以前 旧时代 在使徒时代 现在也在运行着 所以她提了几个 联心卡 你们有没有用 这个就是那个联心卡 有没有用 把它再带身边 我告诉你 真的很好用 然后那天晚上 真的是很奇妙的 所以有时候神的时间 真的是很奇妙的 那天星期六 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回来祷告会的时候 我的这个卡 我用了圣很少了 所以我就要来补货 你明白吗 我就来拿 拿了之后 那天拿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感动说 你看也是圣灵的能力 在运作 因为圣灵要预备 有这个感动 我就拿了三份英语的 三份华语的 然后那天 我们那天就说 星期一我们就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动 我问他 你有没有联心卡在身上 他说没有 我说不用紧不用紧 我刚刚拿 你知道我跟他家住的 多么靠近吗 走路就可以到了 很奇妙对吗 你看到圣灵的能力 在运行着吗 就那天晚上 就拿了给他 我很感恩 当他回来 昨天跟我说 用了这几张几张 我要告诉你 我们人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 但是这个卡 你给他 甚至你说 牧师 我不知道写什么 后面就写 耶稣爱你就好了 我一直跟你们说 用耶稣爱你 然后你留在那边给他 明白吗 我们有英语跟话语的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这个卡也是神 让我们设计出来 就是要让你们大家可以用的 好好的去使用它 所以如果谁还要的 可以随时来找我 所以你看到吗 胡渊姐妹 她也勇敢地向神祈求 圣灵啊你起诉我 起诉我 为什么她会祈求 因为她家人的救恩 她珍惜说 每个家人都有救恩 如果你对家人的救恩 没有负担的话 我告诉你 你错过了 神要在你生命的动工 神要使用你 胡渊你家里 是不是第一个基督徒 你是唯一信主的 你问他要去分享 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不对 这个勇气拿你来 因为祷告 圣灵的力量降临了 赶赶地去讲 被骂就被骂 有时候会想到说 哇 有时候他们还跟你一个 不要跟我讲这个啦 没有关系 你需要做的就是撒种 撒种 撒种 他人回来了 但是他撒了种子 你要相信 神会继续 神的工作 在他的身上 今天神要使用你撒种 你愿意吗 首先是你要愿意跟你说 我能够我能够 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的里面 你就可以活出 那个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再次把荣耀的掌声 归给神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了 不要错过 圣灵已经赋予你的这个大能力 阿们 要用 你的祷告也是有能力的 看到有人生病 敢敢去为他祷告 所以今年的圣诞节 你会勇敢的成为那个 向他人宣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人吗 你愿意成为那人吗 你会勇敢吗 你愿意的跟神说 神啊 圣灵祈求你 充满我 充满我 让我能成为你强而有力的见证人 做一个有效的见证人 勇敢去面对 会被拒绝的 我先预备你们 一定会被拒绝的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群人会拒绝你的 你去错过了那群有神预备好 要听到福音并接受福音的人 明白吗 这个拒绝好 不是时间 不是神的时间 我去下一个 我去另外一个 不要说 我已经 这个是一个谎言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传了 都没有人要信 我没有力的 工作不是你 使他们信主的能力是圣灵 圣灵能降与上 你只是需要勇敢的去讲就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我告诉你 你不用一个人去讲 在教会呢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六 祷告会过后 我们都有一班人一起下去 两个两个一起去分发纸巾 然后星期天早上是8点45分 到差不多9点45分 也有一班人在楼下分发纸巾 你以前说我一个人 很孤单 今天我邀请你来 下个星期天 你早点来 8点45分 集合了一起下去 有班嘛 你明白吗 从这样的一个开始 让你渐渐的建立 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随时跟人家传福音 这个卡随时带一带身上 我告诉你这一趟 刚才我们的美玉姐妹说 去马六甲 这一趟我去马六甲 我都带在身边 圣灵感动我带在身边 结果我把两张发了出去 感谢主 简单的四个字是什么 耶稣爱你 你真的不知道写什么 就写下他的名字 后面耶稣爱你 然后你就写上你的名字 你把那个日期写下去 你知道吗 我期待什么 我期待我给出去的人 有一天他会说 你记得这张卡吗 我收到现在 我期待 所以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就借着整个教会的一个推动 你一起来参与 从而建立你 一个日常生活中 随时随地 可以跟人来传福音 阿们 第三 圣灵赋予你能力的 第三个工作是 圣灵引导你 遵行他的旨意 刚才我们的胡缘姐妹 他的结束也提到 圣灵引导他 遵行他的神的旨意 他可以有感动 可是他也可以 不要啦 神我要睡觉 不要啦 等一下被骂 丢命啊 不要啦 我回来是要很happy的 你明白吗 但是圣灵感动他 然后他坚定在圣灵的能力里面 他继续的遵守行 还好他遵行 才见证到妈妈 重新把生命献上给神 而且这次是很肯定的 圣灵也给他智慧 你知道吗 开启那个 管东版 我都不知道 管东版的 那个启发 开启管东版 这些都是谁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浇灌在他的身上 充满他 给他这个智慧 去把这个找出来 结果当下带妈妈 幸福 还可以跟爸爸 还有小舅子 对吗 小舅 小舅 还有 小舅母分享 你看多么美好 一趟回去五天 多么的充实 阿们 所以我告诉你 说出国的时候 坐飞机 两个钟头上 你旁边那个 不要放过他 真的 陌生人不要放 你好吗 你又去哪里 这个开始一个话题 可能不会再见面 不是问题 但是你撒种 这个卡 写下送给他 阿们 圣灵引导你 遵行他的旨意 路加福音 二章 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 他名字叫做西面 他是一个又公义 又虔诚的一个人 他束长盼望 以色列人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 他就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他会看到 主所设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 接他过来 称颂神 说 哇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就是说 神啊 我看到主 我可以死了 我可以走了 因为是你应允我 可以看到 耶稣的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明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 因这论 耶稣的话就 稀奇 请问这个小孩 当时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还不能够做什么 对吗 但是这个西面 就看到他 就是那个君王 他就是基督 要拯救世人的 他说 我终于等到了 我可以 离开了 他的心被安慰了 那在耶稣降生时 圣灵做了两件事 首先呢 他就是向西面 启示了将来的事 他跟西面说 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弥撒亚 你是不会死的啦 到你看了他 所以其次呢 还有圣灵感动他 进入圣殿 进入到院子 才碰到父母 才碰到耶稣 看到神的话 也应验在他的身上 西面是一个 被圣灵充满 和引领的信徒的榜样 他能够分别 并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你和我也一样 有时候上帝 会感动我们做一件事 或上帝 启示我们这一件事 你要紧紧地抓住 因为是神 使到那件事成就的 我们不要自己 走在神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 自己走在神的时间 不要 你聆听了神 你说好 神这是你要我做的 我要做 我愿意做 使用我 然后呢 西面呢 我们也看到 还有在另外一个 一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 菲利在圣灵的引导下 像这个 埃萨尔比亚的太监传福音 使徒行传八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圣灵对菲利说 你去 贴近那车去 他就跑到太监那边 听到他念的那个是 他在念以撒亚书 他就问他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你能够明白吗 他说都没有人教我 没有人跟我讲 我怎么明白呢 于是呢 就邀请了菲利 上车与他同坐 当然 菲利在圣灵的引导呢 他就上车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跟他聊天吗 谈天说地吗 坐在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吃饭 跟朋友吃饭聊天 我们在那边聊天 聊天 谈天说地 就是没有谈到神 你要懂得转话题 不要错过神给你那个时机 当下的时机 菲利就没有 他就上车了 我的机会来了 不是来这里跟他吃喝 然后聊天 你的马车很美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做什么 没有 就是借着当下 他刚好在读以撒书 你在读以撒书 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菲利的顺服 埃撒尔比亚成为最早接受 耶稣的民族之一 想想一下 如果菲利他不顺服 不顺服圣灵的引导 会是怎么样的 或许 这个埃撒尔比亚 今天的命运 就可能不大同了 还有 再看看多一个例子 耶稣被圣灵引领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禁食了几天 禁食祷告了四十天 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二节 当时 圣灵 来 耶稣 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 被谁引领 圣灵 如果叫你自己走去旷野 你要不要 很难啊 你说上帝不要 旷野又没水 每一次又热 对吗 但是因为圣灵引领他 耶稣也顺服 在那里 他禁食 祷告四十天 所以你看 耶稣自己都成为 一个被圣灵引导者 的生命 他自己都是 更何况是我们 这就是 你看 当耶稣顺服圣灵 顺服神 他的施工就可以如此的强大 神迹奇事跟随着他 神迹奇事是过后才开始的 回去再读这一段 马太福音四章 去读一下 然后我要用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结束 一个总结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呢 这个布鲁克林 会幕的主任 牧师 吉姆 Jim 他分享了一个 关于神 神圣奇事的 这个故事 一天晚上呢 他准备离开 他的办公室 他就 当下就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觉说 神在催促我 为教会的施工 还有特定的人 祷告 这个感觉就 如此这么的强烈 他就 取消他原本的计划 他就 好 我就留下来祷告了 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 他的脑海里 就佛现了一个名字 这个人呢 他好像好几个月 没有看见他了 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教会 而且呢 这个青年人 现在正在滥用 这个药物的一个年轻人 那吉姆牧师呢 就觉得说 很有迫切感 说有必要在这个时刻 为这个人的安全 还有他的解脱来祷告 他就留在办公室 他就祷告 可是有一件事情 这个牧师不知道 就在那一个时刻 这边牧师在祷告对吗 那边年轻人在发生什么事 这个年轻人呢 正处于这个崩溃的边缘 他绝望的在考虑 我要自杀 这边祷告啊 他这边其实要准备 所谓的 怎么样 可能是歌 歌手或是 然后在他准备 要自杀的时候呢 突然间 一股很奇妙 无法解释的平安 还有清醒的感觉 涌上了这个心头 他就 就是一个突然间 他就感觉到 我应该寻求帮助 不是自杀 就是这样的一个念头 进入了他 那第二天呢 这个年轻人就联系了教会 他分享了 那时他就分享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 他感受到一种 不同寻常 超自然的平安 并决定寻求帮助 这个决定就 救了他的生命 一个年轻人 所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神通过圣灵 对他的子民说话 经常鼓励我们 随时为我们 可能不完全理解的方式 行事或拜祷 或许你为什么 为他祷告 都不关我的事 但是如果圣灵 启示你的话 你就是停下来 祷告 有吗 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经历 有吗 所以要顺服 真的 不要说 错过 当下一个电话 你好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 你打电话去 一个电话 你好吗 那个人崩溃了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 打来问我你好吗 我就跟他说 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 然后下一秒 其实我去他家了 下次才讲这个故事 所以重要就是 你们要懂得 回应圣灵的感动 跟圣灵培养 因为你自己会 见证到圣灵的能力 不要只是在听别人讲 你自己要去见证 因为圣灵的能力 已经在我们这里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 我们都是神的教会 神要使用我们 你要对神的声音 保持这个敏感 听从神的指示 不管这些提示 有时候这个提示好像 很不寻常 或是会带给你不方便的 你懂吗 有时候神的一个提示 会叫你 现在放下一切的工作 你去找这个人 打这个电话 为这个人祷告 你就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神等我做完先 你就不要了 从现在开始好生 我就快快 你快快的 做简单的祷告 都可以的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顺服 会如何改变 别人的生命 Amen 你的顺服 会改变别人的生命 你要坚持坚定 这时刻 我要邀请敬拜团 回到台前 所以让我总结 圣灵赋予你的能力 的三个工作是 圣 来一起读 把你换成我 第一 第二 第三 Amen 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的 同在里 在祂的感动和引领下 生活 那圣灵怎么样 引领你 做什么 也许 你要开始 做祂的 见证人 就像费力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像费力一样 就是说你要有圣经知识 你们要先开始读圣经 不然有一天有个人来 你圣经有这段话 这段话讲什么 你看等一下我打给我的牧师 我叫我的牧师解释 我们不要这样 你要说这段话讲的是这个意思 明白吗 所以还好费力有读圣的话 所以那一段他可以解释 就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门徒 或者你说 你要为你所爱的人禁食祷告 你要他们也归向耶稣 就像 你知道吗 耶稣被引导禁食祷告一样 有时候你在为你家人的救恩祷告 一直看不到突破 或许圣灵有感动你 你就禁食祷告三天 禁食啊 不可以 胃痛啊 不行 在圣灵带领下的禁食 你是可以运作的 不是你自己 想要 可能我禁食祷告就可以摇动 不是这样的方式 但是你的禁食祷告是神 因为你引领我 我顺服你 耶稣的四十天 是因为在圣灵的能力 我叫我们一个礼拜不要吃 我们就在那边 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圣灵带领你 我在我生命的季节 有一个季节 连续三年 第一年上帝跟我说 我要你禁食祷告四十天 我哭啊 哭到噼里啪啦 我告诉你 我搞错 你们都知道我很爱吃 我很喜欢吃 叫我禁食 是一个挑战 我哭了好几天 然后神慢慢跟我说 慢慢跟我说 慢慢跟我说 祂还预备我 当我进入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 就逐渐的禁食 到最后一个星期才真正的完全没有吃 只是喝而已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从那个季节出来 我的灵命完全不一样 到第二年神启示我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我愿意 因为我要体验神 我要更明白神的心 所以我要鼓励你 神的提示 神的启示 都是要我们更明白 更贴近祂的心 还有让我们自己生命的翻转 Amen 然后呢 或许 你可以像吉姆牧师一样 上帝提示你祷告的时候 你的祷告可以拯救 另外一个生命 你要相信你的祷告 是有能力的 所以这个圣诞节 你愿意在圣灵的引领下 向他人伸出援手吗 就简单的做一个邀请 圣灵引领你 打给这个人 跟他分享耶稣的爱 你就 好了 上帝我祷告 你起诉我 怎么样跟他分享 要用这个联系卡吗 要打个电话吗 或是发一个短讯 来慰问他 所以在这时刻 我要